好 到期跟馬鈴雲的比賽呢 藍帽打線 火力兇猛 在Monkey的滿關炮帶動 在前面三局就來到8比0領先 好 投手部分三本猶身 八局5K是兩分有效壓制 一般路到期中場是以8比2 收下勝利 馬鈴雲與到期對系列戰第二戰 賽前LB Macworlds社群網站 預測三本猶身能投出五安打比賽 結果一開賽馬鈴雲隊的第一棒 Jason瞄準第一顆球 一棒封了出去 首局手打洗手球全雷打 讓馬鈴雲隊先持得點 不過三本的心根本沒被動搖 第二局手起刀落 9球就抓下3個出局數 反倒是馬鈴雲隊先發投手 Cabrera狀況超多 解決第一棒Monkey Betts之後 素外球保送大鼓 出身球打到Freddie Freeman Will Smith也獲得素外球保送 蠻磊輪到Max Moncy 原本蠻磊打擊沒有到太好的Max Moncy 直接打臉 一棒小白球打出牆 滿罐炮帶進4分 也讓先發的三本信心大增 而到期對第三局打線 又有展開攻勢 出身球開始 二連安打後又是保送 形成蠻磊 新人Pahes高飛希深打天得分數 馬鈴雲隊捕手太想做事情 傳三壘卻發生爆傳 接下來第八棒的Gavin Lux 敲出今年賽季的第一轟 這個半局到期又冠進4分 取得了8分領先 而山本今天頭球相當出色 雖然第六局失頭球 再度被敲全壘打 不過兩發全壘打 都是陽春彈損勢不大 今天用的97球當中 有73球都是好球 完頭8局也成為了 今年頭球最長局數 而馬鈴雲隊打線 今天6隻安打當中 有3隻長打 但出現的時機點都過於零星 沒能串連起攻勢 最終到期就以8比2擊敗馬鈴雲 到期五月份開始後 六連勝維持單月不敗的成績 小熊跟教室的比賽呢 小熊Couch Bush的再見 拳打是以3比2 相當戲劇性的搶下勝利 至於紅人交手翔尾蛇 台美混血大巫 Cobin Carroll 有三安猛打賞成績貢獻 五分打電 更幫助翔尾蛇6比2 力退紅人 美國之邦大聯盟紅人 翔尾蛇的比賽 希廷娜提派出Montas先發 他在展現壓制力 在前兩局六上六下 送出3K的好表現 翔尾蛇先發投手 Zack Gallon心情也不賴 球隊在三局上 是靠著台美混血 Cobin Carroll的野手選擇 先持得點 接下來Gallon在前三局 更投了5次三陣 到了5局上半 紅人的遊擊大巫 Elli Deracruz 發生了失誤 後續呢 Carol捕上安打 幫球隊來到2比0領先 Gallon這場比賽 在六局沒有失分 其滲透後選退場 但兩分領先 好像有點不保險 Carol表示 交給我吧 敲出一發反方向的 三分打點全力打 這是Carol奔機的第二轟 終於告別開擊第一場 這場三岸蒙達賞 貢獻了5分打點 而且下一棒的Montay 也沒有給對方喘息機會 瞄準掉到紅中的卡特球 背靠背的全力打煙火勝 幫助翔尾蛇再踢1分 單局攻下了4分大局 奠定勝機 中場翔尾蛇 這就在Carol奔打賞的代理之下 是以6比2在課場 擊敗紅人 這下看到小熊主場面對教室 小熊推出開季 威風八面 防律不到一的日本好手 金勇生態先發 雖然面對Tardis Junior 連續投了四個壞球 保送上雷 但馬上回聞 犀利的內角訴求 三隻調寶查德 安全下裝 隊友的大限制約 很快就來了 四局下半 Cody Ballinger 卻逮到了變速球敲出一發洋圈炮 幫助小熊 限制得點 而金勇這場表現也不錯 前七局投了八次三陣 沒有失分 但第八局蓄投 卻碰到一點亂流 教室靠著新同學 ROS敲了安打上壘 賽邦的Prova也沒有錯過機會 低角度的變化球 直接被他撈出大牆 這一發拳內打 也把金勇給打退場 防御率首度過一 教室隊2比1領先 但小熊下個半局馬上反擊 面對鬆緊欲術 堅持靠著保送安打 攻佔一三壘 接下來MOREAL 敲出了高飛師生打 幫助球隊追平 也幫金勇敗頭解套 而到了九局下半 小熊的首名打者Michael Bush 更要給球迷相當乾脆禮物 低球就攻擊 很高很遠 這是一發再見全力打 四百二十七英尺的再見轟 幫助小熊是以3比2 在駐場棄走教室 好 接下來看到 陽機跟太空的比賽 剛才條文軍敲了三發的全力打 最後是以10比3 在主場贏球 另一邊遊記兵踢館運動家 德州打線靠著第二局 九至安打 冠近十分 點定勝機 中場是以5比8 開心贏球 美國時報大聯盟 休斯頓太空人 與紐約陽機交手 一局上半 條塔克面對Lose Hill 一號三外球數領先之下 大放一揮 小白球直接飛向二樓看台 用這發洋春炮來慶祝 Justin Verlander的回歸 並且幫助太空人現實得點 不過這個領先只是談話一線 來到下一個半局 紐約大軍馬上反擊 面對老對手Verlander 王騷豆先是敲出安打 接著Aaron Judge選到保送上壘 跑者分戰一二雷 Alex Verdugo 咬中一顆95英里的速球 一棒將球扛出右外的大牆 這是一發三分炮 不僅回應Tucker的home run 更是幫助陽機取得3比1的領先 來到第三局紐約攻勢在齊 以二雷友人的情況之下 前一個大席開轟的Verdugo 將一個偏低壞球撈向中外野方向 形成一隻帶有打點的安打 他一個人貢獻開賽的前面四分打點 然而Verlander的惡夢還沒有結束 來到第四局Anthony Bowlby加入進攻行列 一顆偏高速球過來 他想都沒有想進行攻擊 這一球直接飛出大牆 這發中外野兩分炮 幫助陽機取得6比0領先 眼看隊友接連開轟 怪力男John Carlos Stanton 第五局站上打擊區 向中Verlander一顆獅頭5號位置的滑球 轟出一發飛了421英尺的超遠拳雷打 這支拳雷打擊球出速118.8英里 是Verlander生涯被敲過最強的一轟 也超越大股翔平目前的118.7英里的拳雷打 刷新大聯盟本季最強轟記錄 同時也是5局內央機敲出的第三發拳雷打 最終Verlander投完5局丟掉7分 黯然退場 有了打線相亭 陽機先發火球9KILL 這一場主頭6局只被打出一支安打 就是凱爾塔克的羊拳炮 送出5次3陣丟掉1分 中場投大表現優異的陽機 以10比3擊敗太空人 而太古達人目前戰績比主力受傷的天時 還要來得差 以12勝23敗在美聯西區墊底 繼續關心游基兵還有運動家的美西內戰 前一場比賽游基兵靠著Cory Seager 第八局的逆轉三分炮贏球 這場比賽首局就有攻勢 擔任核彈頭的明星二壘手Marcus Samien 儘管開季的表現不佳 不過首局面對Ross Dribbling 投出第一球就敲出一發羊拳炮 這是他生涯第27發 擔任開路先鋒的首局手打式全雷打 也是本季的第二轟 來到第二局持續看到游基兵的進攻 一三類有炮折的時候 6D Tavares敲出穿越一壘防區的安打 帶回一分打點 同時也打開德州大線的進攻開關 單局打出九隻安打 Samien就貢獻一隻一壘安打 還有二壘安打打進三分打點 幫助游基兵冠進十分大局 早早拉開領先來到十一比零 Stripling留下一點二局丟掉十分的難堪紀錄 反觀找回狀態的Samien 在前面四局就敲出四隻安打 是從2009年4月15號 Ian Kingston對陣精英之後 第一位能做到這件事的游基兵打折 同時也是對死第四人 主場出戰卻是大幅落後的運動家 在八局下半迎來攻勢 一二壘有炮折的時候 Stripling帶中一顆83英里的滑球 眼看小白球一直飛一直飛 直接飛出中投外野大牆 是一發三分炮 只可惜球隊依然落後七分 中場德州大軍靠著火力掩護 以15比8收下二連勝 我來提供大家綜合報道 炮議能 cep İnC呢 炮黑球 炮 炮 炮